第二十六回 原本出兵败折将 观云长挂印封金 却说袁绍欲战玄德 玄德从容尽约 明宫只听一面之词 而觉向日之情也 辈子徐州失散 二地云长未知存否 天下同貌者不少 其赤面长须之人 即为官谋也 明宫何不查之 袁绍是个没主张的人 闻玄德之言 则居授约 物听辱言 险杀好人 遂仍请玄德上仗座 以报严良之仇 仗下一人应声而尽约 严良与我如兄弟 尽被曹贼所杀 我安得不许其恨 玄德是其人 身长八尺 勉如谢志 乃河北名将 闻仇也 袁绍大喜曰 非如不能报严良之仇 无与十万军兵 遍渡黄河 追杀 曹贼 居授约 不可 今以流屯严金 分兵官渡 奈为上策 若清举渡河 社会有变 总皆不能还矣 少怒 解释如等 迟缓军心 千言日月 幽方大事 岂不闻 兵贵神速乎 居授出 叹约 上迎其智 下悟其功 悠悠黄河 无其几乎 遂托吉 不出异事 玄德约 贝蒙大恩 无可报效 一遇与文将军同行 一者报名公之德 二者就探云长的实信 少喜 换文仇与玄德 统领前部 文仇曰 刘玄德屡败之将 于君不力 即主公要他去时 某分三万军 叫他为后部 于是文仇 自领七万军先行 令玄德 引三万军随后 且说曹操 见云长 斩了炎梁 贝家亲敬 表奏朝廷 封云长 为汉寿亭侯 祝印 送 关公 呼报袁绍 又是大将 文仇 杜黄河 以具 炎金之上 操乃先使人 以洗居民 于西河 然后 自领 兵 营之 传下将令 以后军 为前军 以前军 为后军 梁草先行 军兵 军兵在后 吕前曰 梁草在先 军兵在后 何以也 曹曰 梁草在后 多被票掠 故令在前 前曰 躺欲敌军 截去 如之奈何 曹曰 且待敌军到时 却做理会 前心 因仪未决 曹令 梁草自重 言何 欠 至 言金 曹在后军 听得前军发喊 急叫人看时 报说 河北大将 文丑兵治 我军 接弃梁草 四散奔走 后军又远 将如之河 曹 以边 指南 布曰 此可 暂地 人马 急奔 徒步 曹令军士 皆解一 卸甲少些 尽放 骑马 温酬军 衍至 众将曰 贼致意 可 急收 马匹 退回 白马 寻忧 即 指 之曰 此政 可以耳敌 何故 反退 曹 即以 目视 寻忧 而笑 幽知 其意 不复言 文丑军 既得 梁草车杖 又来 抢马 军士 不一队伍 自相 杂乱 曹操 却令军将 一起下 土步 击之 文丑军 大乱 曹兵 为国将来 文丑 挺身 独占 军士 自相 践踏 文丑 只喝不住 只得 拨马 回走 曹 在 土步 上 纸 曰 文丑为 河北 名将 谁可 勤之 张辽 徐晃 飞马 骑出 大叫 文丑 修走 文丑 回头 见 二将 赶上 随 按住 铁枪 燕 功 搭建 正 赦 张辽 徐晃 大叫 贼将 修放建 张辽低头 几躲 一剑射中 头盔 将 三婴 射去 张辽 奋力 再赶 坐下 战马 又被文丑 一剑射中 面颊 那马 跪到 前提 张辽 落地 文丑 回马 赴来 徐晃 吉伦 大夫 劫住 厮杀 只见文丑 后面 军马 骑道 晃 料 敌 不过 拨马 而回 文丑 言 何 赶来 忽见 十余 骑马 骑 号 翩翩 一将当头 提刀 飞马 而来 乃 观 云 长 野 大 贼将 修走 与文丑 交马 战步 三合 文丑 心切 拨 马 绕 河 而走 官公 马快 赶上文丑 脑后一刀 将文丑 斩下 马来 曹操 在徒步上 见官公 砍了文丑 打去 人马 掩杀 河北军 大半 落水 粮草 马匹 仍被曹操 夺回 云长 引树记 东冲 西土 正 沙 之间 刘 刘 玄 德 领三万 军 随后到 前面 绍马 探之 暴雨 玄 德 云 金 凡又是 红面 常然的 占了文丑 玄 玄德 慌忙 骤马来看 隔阂望剑 一蹴人马 往来如飞 旗上 写着 汉寿 亭侯 观 云 长 七字 玄 德 暗谢 天 帝 曰 原来武帝果然在曹操处 玉带招呼相见 被曹兵大队拥来 只得收兵回去 袁绍接应至官渡 下定债杀 郭土审配 入见 袁绍 说 金凡又是 官某杀了 文丑 刘备 阳推 不知 袁绍大怒 骂 曰 大尔贼 焉感如此 少请 玄德 带 少令 推 推 出 斩 之 玄德 曹 某有何罪 少 曹 如故时 辅地 又坏我一员大将 如何无罪 玄德 曹 荣 身一言而死 曹操 宿 记 背 今 之背在 民宫处 恐 被 助攻 古特 是 云 长 朱 沙 二 将 公之必怒 此借公之手 以杀刘备也 愿民宫私之 袁绍曰 玄德之言是也 如等 即使我受 害贤之名 贺退 左右 请玄德 上仗而坐 玄德 谢曰 贺民宫宽大之恩 无可补报 愿令 愿令一心 夫人 持秘书去见云长 使之刘备消息 必必 星夜来到 辅佐 民宫 共诸曹操 以报 炎梁 文丑之仇 若何 袁绍 大喜 曰 无德 云长 圣炎梁 文丑 十倍也 玄德 修下 书闸 未有人 送去 少令 退军舞阳 连迎 数十里 按兵 不动 草 乃是 夏侯敦 领兵 守住 官渡 爱口 自己 班师 回 许都 大 宴 众 官 赫 云 长 之 功 因 未 履 前 曰 昔日 无以 粮草 在前者 乃耳敌之 忌也 为 寻 功达 之 武 心 耳 众 接 叹 福 正 引 宴间 忽 报 如南 有 黄金 刘碧 宫都 甚是 猖獗 曹虹 累战 不利 其 潜 兵 救之 云长文言 禁曰 官某愿施全马之劳 破汝南贼寇 操曰 云长建立大功 未曾众仇 岂可 父劳 征进 功曰 官某 九贤 必生 疾病 愿 再一行 曹操 壮志 点兵 五万 是 余晋 越晋 为 副将 此日 便行 寻 御 秘 未 曹曰 云长 常有 归流之心 躺之 消息 必去 不可贫令 出征 操曰 今次收工 无不负 搅邻敌 且说 云长领兵 将进入南 扎住 营寨 当夜 营外 拿了两个 细座人来 云长 誓之 内中 任得一人 乃 孙前也 官公 赤退 左右 问 前曰 公 自 溃散 之后 一向 踪迹 不闻 今何 未在 此处 前曰 某自 逃难 漂泊 汝南 幸得 刘璧 收留 今将军 为何 在 曹操 处 为 时 甘弥 二夫人 无恙否 官公 因将上 向事 细说 一遍 前曰 尽文 玄德公 在袁绍 处 欲望 投之 未得 其便 仅 刘公 二人 顺归 袁绍 相助 公曹 天性 德将军 到此 因特令 小军 引路 叫某 为 戏作 来报 将军 来日 二人 当须败 一阵 宫可 宿引 二夫人 投袁绍 与玄德公 相见 官公 约 己 兄在 袁绍 处 无必 兴夜 而往 但恨 无 战 少 二将 恐 仅 事 便 已 前 约 武当 先往 探 彼 虚实 再来 报 将军 公 约 无 见 兄 长 一面 随 万 死 不辞 今 回 许 昌 便 辞 曹 曹 业 当夜 密送 孙 前 去了 此日 官公 引兵出 宫都 披挂 出阵 官 公 约 如等 何故 被返朝廷 都 约 如乃 被主之人 何返 则我 官 公 约 我 何为 被主 都 约 刘 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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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辱 却从 草 草 河 也 官 官 公更不打话 拍马五刀向前 公都便走 官 公赶上 都回身 告 官 公 约 雇主之恩 不可妄也 公当宿进 我让入南 官 公会议 屈 军 掩杀 刘 宫二人 杨 书 乍 败 四散 去了 云 云 常 夺 德州县 安民已定 班师回许昌 曹操出国迎接 上劳军事 燕霸 云 常 回家 参拜二嫂 于门外 甘 夫人 曰 叔叔 两番 出军 可知皇叔 因信否 公 达 曰 未也 官公退 二夫人 于门内 痛哭 曰 向皇叔 修意 二叔 恐我姊妹 烦恼 故隐儿 不言 正哭间 有一随行 老君 听得哭声 不觉 与门外 告约 夫人 修哭 主人 现在 河北 袁绍 处 夫人 曰 如 何 有 知之 君曰 跟官将军 出征 有人 在镇上 说来 夫人 急诏 云 长 则 之曰 皇叔 未 常 妇 如今 受 曹操之恩 顿望旧日之意 不以实情告我 何也 官公顿首曰 兄今伟实在河北 未敢叫嫂嫂之者 恐有泄露也 事须缓途 不可欲诉 甘夫人 曰 书 义上 功退 寻思 去计 坐立 不安 原来 于尽 探之刘备 在河北 暴雨 曹操 操令张辽 来探官公义 官公正闷坐 张辽 如何曰 文兄在镇上之玄德阴信 特来贺喜 官公约 顾主虽在 未得一见 何喜之有 聊约 兄与玄德教 比地与兄交 何如 公约 我与兄 朋友之交也 我与玄德 是朋友而兄弟 兄弟而主臣者也 其可共论乎 聊约 今玄德在河北 凶妄从否 关公约 昔日之言 安肯备至 文元 须为我 致意成相 张辽将 关公之言 回告曹操 操约 无字有 记留之 且说 关公正寻 寺间 忽抱有 故人相访 即请入 却不相识 关公问曰 拱何人也 答曰 母乃袁绍部下 南阳陈镇也 关公答惊 急退左右 问曹操 问曹操 先生此来 必有所为 朕出书 带出书一间 帝宇观公 公事之 乃玄德 书也 其略云 被遇族下 自桃源地盟 事与同死 今何忠道相为 歌恩断义 今必欲取功名 屠富贵 远现被首级 以成全功 书不尽言 死待来命 关公看书 必大哭曰 某非不欲寻凶 乃不知所在也 安肯屠富贵 而被救蒙虎 朕曰 玄德望功甚切 君记不被救蒙 一速望见 观公曰 人生天地间 无忠实者 匪君子也 无来时明白 去时不可不明白 无今作书 反共先达之兄长 容某此却曹操 奉二扫来相见 朕曰 躺曹操不允 为之奈何 公曰 无宁死 岂肯久留于此 朕曰 公速作回书 免至留始君玄望 观公写书达云 窃文 义不复心 终不顾死 与自幼读书 粗之礼意 管阳脚哀 作不逃之事 为常不三叹而流弃也 前守下业 内无激宿 外无援兵 欲及孝死 乃有二扫之众 未敢断手捐去 至父所托 故而暂且积身 祭徒后悔 尽至汝南 方之凶信 即当面词曹工 奉二扫归 与但怀一心 神人共路 疲肝力胆 逼处难穷 战败有期 伏为赵剑 陈镇得书自回 官公入内 告知二嫂 随即至相府舞 拜祠曹操 操之来意 乃玄回避牌 于门 官公样样而回 命就日跟随仁义 收拾车马 早晚伺候 吩咐宅中 所有原刺之物 尽皆留下 分毫不可待去 此日 再往相府辞谢 门首又挂回避牌 官公一连去了 数次 皆不得见 乃往张辽家相探 欲言其事 辽亦脱及不出 官公司曰 此曹丞相 不容我去之意 我去之以绝 岂可复留 即写书一封 慈谢曹操 书略曰 与少氏皇叔 仕同生死 皇天后吐 时文思言 前者下批尸首 所请三世 岂容违背 心恩随后 旧意难忘 自特奖 此刻奉书告辞 辅为赵茶 岂有余恩未报 愿以四之一日 写避封锋 拆人去相府投递 以免将累赐所 受金银 一衣封至库中 玄汉寿亭侯印 于堂上 请二夫人上车 官公上赤兔马 手提青龙刀 率领旧日 跟随仁义 护送车障 进出北门 门力挡之 官公怒目横刀 大喝一声 门力皆退避 官公寄出门 为从者曰 如等护送车障先行 但有追赶者 无自当之 无得惊动二位夫人 从者推车 往官道进发 却说曹操 正论官公之事未定 左右报官公成书 操级看壁 大金约 云长去矣 呼北门守将飞报 官公独门而去 车障安马二十余人 接望北行 由官公宅中人来报说 官公进风 所赐金银等物 美女十人 另居内侍 其汉寿亭侯印 寻于堂上 丞相所拨仁义 皆不带去 只带原根从人 及随身行礼 出北门去了 众皆愕然 一将挺身出约 某愿将铁骑三千 去升秦官某 献于丞相 众事之 乃将军 蔡阳也 正是 玉离万丈 交龙穴 又遇三千 狼虎兵 蔡阳要敢 官公 毕竟如何 且听下文 分解 大人 吴兽 在看 几岁 座位 座位 座位